美国太空探索寄宿公司SpaceX在台湾时间4号凌晨1点多 发射了猎鹰9号火箭进行第22次国际太空站的补给任务 这次飞行最特别的是还搭载了两种神秘的地球生物 包括了会在黑暗中发光的短尾乌贼 以及生存能力超强的水熊虫 要观察它们在太空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当作人类太空飞行的生理参考 猎鹰9号火箭升空装载了3.3吨的补给品 除了苹果 番茄等水果 也有太阳能板和许多科学设备 最令人瞩目的还搭载了128只短尾乌贼和5000只水熊虫 也送上太空做实验 美国太空总署要研究短尾乌贼 在太空为重力的环境下 动物跟共生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且短尾乌贼拥有特殊的发光器官 让研究人员更容易观测 至于微生物水熊虫 它最招牌的是生存能力超强 即使真空状态也能够正常产卵 堪称地表最强的生物 成为在太空中观察生物的最佳对象 美国科学家表示 透过了解水熊虫 穿梭在太阳系各行星之间的反应 可以了解人类以后也要经历类似的太空飞行 会出现什么现象 提供太空总署科研的参考 让未来太空人展开星际旅行 身体上更能适应 也更安心自在 杨振平编译